我们人生的许多智慧在于观察她的外表 分辨她的真伪 有一个小女孩跟其他人一样 经常在家中和父亲无理争吵 慢慢的她感到家庭枯燥无味 便离家出走 几个月之后身上钱用完了 她就憋得去不想回家 在街头流浪 到了最后被人家拉去卖过银 最后坚持不住了 就走进了一家收容所 当她排着队领取免费午餐的时候 她眼睛看到了一眼公告蓝 上面贴着一张海报 画着一个妇女的肖像 下面有一行小字 我仍然爱着你 孩子快回家吧 仔细一看 上面的肖像正是这个女孩的母亲 原来自从女儿离家出走之后 母亲便在整个城镇的美间收容所贴上了这张海报 希望女儿看到后早点回来 原来母亲还爱着自己 女儿突然之间发疯似的跑回家 见到家门开着 还以为有强盗进入到家门 她担忧着母亲的安危 跑进家里 只见母亲躺在床上 当母女见到对方时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妈妈告诉女孩 爸爸在几个月之前病逝了 女孩问 妈妈家里进墙盗了吗 妈妈说 哎 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透 女孩说 那么门为什么总是开着 只见母亲哭泣地说 孩子 自从你走后 妈妈的这扇门就从来没有上过锁呀 母爱的力量那是无穷的 母亲爱孩子那是天性 她的爱能让孩子遭遇一切的坎坷 化为乌有 学博人对人要真诚 我们要用一种良好的心态 去对待人生 用开阔的胸怀 唱开我们慈悲的心灵 我们勇敢地要用智慧 去面对人间严酷的现实 情修善根 争悉因缘 不断地认识到自我 用慈悲喜舍 去理解苦极灭道啊 我们进行动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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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祝你 感谢观看